大家好 今天我準備帶大家去看展覽 而我看展覽的這位藝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他的作品 只不過很多人看完之後 都會有些鹽畫的 是甚麼來的? 其實他在畫甚麼? 這些是否叫抽象? 沒錯,他就是草鑑離身 就算了 紅色假髮,波點三 你一定認得這位波點女王 我們立像館都放了他的立像 草鑑離身九歲時 就幻想了神經性視聽障礙 視網網上多了一重網撞的斑點隔著 所以他看到的東西 就會多了一層波點 這張就是他十歲時 畫他媽媽的一張照象畫 這個病令到他產生幻覺 他小學時,和爺爺去農場 就曾經見過一個 好像人頭那麼大的南瓜 在跟他講話 南瓜後來就成為了 他很多作品的主角 其實這個南瓜 代表他自己 亦都代表著他的童年 要數到草鑑離身 作品裡面最 iconic 的元素 就有南瓜、鏡、點點 以及網 我身後這系列的作品 就叫做無限網 其實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因為草鑑離身 成名之作就是無限網 所以這兩張照片 這兩張照片 兩張照片 都被創造在1960年 兩張照片 都被創造了兩張照片 在她自己的生活 所以她看到了 Mississippi River 當她移動 從 Seattle 去 New York 1958 她看到了 海浪 在1958年 她看到了 海浪 從海浪 從海浪 所以人们看这些浴室 看这些不同的东西 像石头,或是陷队 或是黑暗的 就像是一种坚固的 在这种坚固的 我认为是非常有趣 能够理解决的能力 从这些品牌 尤其是在文化中的 有没有一个答案 答案是如何去讀一份文化 有百分之百的认识 出现出一群的观众 所以我认为是如何人们 与自己的生活 草坚梨生在1929年 出身自一個富裕的傳統日本家庭 家裏是做園藝生意 他有兩個哥哥 一個姐姐 他爸爸是一位極度不顧家 兼且非常風流的男人 而他媽媽就經常打他 還指派當時還是小蚊仔的草鑑離身 去跟蹤和監視爸爸有沒有偷吃 他就是這樣被迫偷窺自己爸爸 和一些陌生女人的性愛過程 這些童年的經歷 令他對性一直都充滿恐懼 他就曾經自稱是一位無性戀者 而畫畫就像是草鑑的出口 可以減輕他的痛苦和絕望 但他媽媽就極力反對他做藝術創作 還試過當面試爛他的作品 女兒家活 留在家等嫁人就算了 當時日本的社會就是這樣 草鑑離身 續續用了八年 來說服他媽媽讓他出國發展 在二十八歲那一年 他就將二千張作品和六十堂和服 放入自己的行李箱裡 自己一個坐飛機去美國 租了一個地方做Studio 初來報道 即使自己英文不好 患有精神病的草鑑離身 都是要找方法去看醫生 當時的紐約只有兩位日本醫生 廣賴輝夫就是其中一位 他們倆移從日本到紐約 1958年1959年 因為他們分享了不同的文化 他們從醫生和醫生變得很親密 他們是其中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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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展覽裡 所有草鑑離身的作品 都是這位醫生的收藏品 而且這三張就是想當年 草鑑離身帶上飛機 那二千張畫作裡的其中三張 今時今日已經非常罕見了 雖然後來她結束在 New York 她受到金錢的困難 她被寫了金錢 雖然是財產的 醫生 第一次是賠償 在致求醫生 它 became a souvenir of their friendship later on in the years. 站在前面,它是很像包含那一件衣装在前面。 所以,它是在历史上的历史上。 它們是一種不同的, 因為她是採訪了日本藝術教育。 所以,你會看到更多… 紙巾和洗衣, 通常,它們是用紙巾的, 它們的層樓是很小的。 但,你會看到有紙巾。 一進來這個展覽, 就會看到這句明顯。 忘記自己成為永恆的一部分, 成為周邊環境的一部分。 其實這句話, 就exactly講了草間離生創作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 就是自我笑容。 六十年代的紐約, 記錄了草間離生最大膽、最狂況的時期。 它曾經舉行了很多次, 自稱是炸焰的行為藝術表演。 主題有反戰、反徵衰, 目標是想人們回歸人性的本身。 它就曾經在公眾地方, 在一群沒有穿衣服的人身體上, 畫它的原點。 它也試過在一間鏡房裡, 安排了一群男同志, 進行激烈的雜交。 在氣氛去到最高潮的一刻, 表演者就要在彼此身上, 畫一些原點。 草間離生相信, 畫原點可以令人自我笑容, 意思是與環境、宇宙合而為一。 這樣就會與它眼中的世界一樣, 無論是環境或是自己的身體, 都佈滿了這些原點點。 其實草間離生, 除了是一位畫家之外, 他還是一位小說家、 詩人、電影製作人, 擁有個人服裝品牌, 成立過大型雜交和天體派對的機構, 還有人體採繪工作室。 雖然是這樣, 但因為他童年時, 就曾經目睹過自己爸爸外遇的畫面。 所以一直以來, 他對性都很抗拒。 他33歲時, 就曾同一位 給自己大26年的藝術家拍拖。 拍拖十年以來, 他們都維持有愛無性的關係。 直到男朋友過世那一年, 他就回到日本了。 五年之後, 他就自願地入住了東京一間精神病院。 現在92歲的他, 仍然每一天都繼續畫畫。 Kusama, 是一個自治療的方式。 因為她患了心癌症。 所以, 創造的藝術和畫像這樣, 這幫助她 從她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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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她的想法。 先說回這個展覽。 其實這是一個拍賣會的預展。 所以, 除了草鑑離身之外, 還有其他藝術家的作品。 部分作品, 五月的時候, 就會運到紐約拍賣。 這張畫其實是全場最貴的。 股價拍賣, 應該會超過一億元來出售。 大家有興趣, 就快點過來買吧! 展覽我就看完了, 詳情在這裡。 這條片播出時, 應該展覽只剩下不太多天。 看藝術家當然要看增跡。 大家記得把時間過來吧! 我走了! Bye Bye!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鈴鐺。 還要按鈴鐺。 還要按鈴鐺。